需要研發新的疫苗 這個言論拖累Omicron的股價向下 亦觸發了廣泛資本市場的憂慮 另外更加受到市場關注 就是聯儲局主席鮑威夷 在國會聽證會的時候發表講話 他說通脹進一步上升的風險是增加的 是時候放棄有關通脹只是暫時性的表述 他就說適宜考慮提早幾個月結束收稅 減債的行動 看到這個情況是市場很受著消息的影響 相信收稅的言論或者行動對資本市場的衝擊 應該暫時來看就比疫症大 現在看到第一疫情重現和放風說會收稅 其實這兩晚你自己的倉位部署是怎樣的 其實上個星期開始都有做減倉 因為在疫情出現之前 我自己覺得好像炒得很旺 我當時大家都知道每晚炒得贏錢 睡醒起來又贏錢 我覺得是時候減一下磅 我只有減一下磅 到了疫情真的出現的時候 所謂的新的病毒 我自己就不算太特別再減了 因為瘡位還挺舒服的 反而反過來想想找一下有沒有什麼機會 可以買貨 幸好這一下不是因為我知道病毒來的 去到昨晚如果大家有看整個美股的發展 最初沒有什麼的 因為就算莫德納說了新的病毒暫時沒有藥 或者疫苗是做不到的話 但事件都不太害怕的 你看到納治都曾經倒升過 因為始終大家都覺得會習慣了這個疫情 就算你說有新的病毒 而且始終你不知道病毒有多厲害的時候 我們就當著它繼續放水炒 誰知道包先生一出來說話 整件事又反轉了 我想現在這條街真的明顯是怕收水 怕減賣債那樣東西 所以你看到一出來說完之後 市場就馬上倒下跌了 我想我自己也沒有特別去 就是短炒的我當然吃光了 但是你說中程線坐的就繼續保持 先看著